帥领范登堡大学篮球队来我国访问的美国教练史基尼,曾经当选为美国大学联赛的风云教练,12年前他曾经担任过我国中华队的教练,他今天面对300多位国内甲鱼族和女主组的教练讲解篮球的攻守战术,并且放进了范登堡大学篮球队在美国的比赛实况。 他今天讲的是7型212高中锋的种种进攻的方式变化,这个方法是供兵人用的,他是利用一个中锋站在拔球线的一边,然后利用前锋和后卫的互相的搭配,切入篮下得分,这种方法目前在美国很流行。 此一位教练说,这个方法在美国也很实用,所以他特别很仔细地介绍我国的教练们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